好吃的芋头馒头很香哦 到底为什么馒头这么好吃 原来将蒸好的芋头压碎加入面粉 再倒入些许牛奶 有力的手艺却是出自 新北市永和民权社区 爷爷奶奶的巧手 因为一次协助屏东姐妹会 购买滞销芋头 其用料单纯 手工制作 每回仅500颗 开放购买 直接成为爆款产品 我除了原来的这种 服务家的这种功能跟价值之外 我还可以提供很多社区的 这种服务价值 所以感觉到就非常的好受 所以做起来就非常的舒坦 我觉得很快乐 因为我们自己在这里做 大家一起这样子 一边做一边聊天 然后又可以带给别人帮助 这样觉得很快乐 打开煎香 飘散的水蒸气候 是一颗颗白胖胖的馒头 协会表示 每月生产四到五次的特色产品 让有能力的辅助家户来制作 一部分发放工资 另外这作为协会的级难救助金 与慰问社区独牢及弱势 自己用自己的劳力换取工资 这样子也不要常常跟人家伸手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参加 我们社区的社会参与 然后提升他自己的能量 每一颗完成的馒头 都承载着社区义工爷爷奶奶 满满的爱心与责任感 也是社区弱势族群的一大希望 尽管年纪增长 也充分感受到被需要的喜悦 人间关系台北新北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